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的新闻内容可谓是五倍杂陈 首先来看看湖南的悲剧事件 一名屠夫因家庭矛盾 竟然残忍地杀害了亲戚夫妻及其15岁的孙女 令人心痛不已 这些事件让我们再次反思家庭之间的矛盾 如何可以演变成如此悲剧 接下来我们转到日本 报道了一名中国男子在商场内 向两名初中与生喷射体液的事件 这名男子的行为令人震惊 他在被捕后竟然变成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让人不禁想问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绪 最后我们来到国际舞台 拜登政府在中东的角色 引发了广泛讨论 究竟是在努力缓和局势 还是实际上在推动战争 这一切都让人倍感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星岛日报报道 湖南湘潭花石镇 摩汉村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命案 导致两名老人与其15岁孙女不幸遇害 凶手与受害者是亲戚关系 案发前两家人曾因矛盾产生冲突 知情者透露 50多岁的凶手胡某某曾是一名屠夫 行凶手段极其残怨 案发前一天还与受害者一家一起吃饭 受害者的儿子在微信群中发生呼吁法律公正 要求严惩凶手 案发后胡某某自首并被警方逮捕 案件引发了村民们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另一方面 星岛日报还报道了一起令人发指的事件 在日本祁育县 一名35岁的中国男子李某应在商场内 向两名初中女生吞洒体液而被捕 事件发生在四年前 李某在审讯中辩称自己无法控制起去 该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许多人对李某的行为感到愤怒与不解 认为他应当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则聚焦于美国在中东局势中的角色 特别是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的态度 尽管美国口头上呼吁停火 但实际上却持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 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分析师指出 拜登政府的政策可能不仅未能有效缓和局势 反而在推动中东的战争 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加剧 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支持态度也愈发质疑 认为美国在这一冲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德国之声报道最新民调显示 近七成的台湾人愿意为保卫家乡而战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可能的侵略时 虽然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太可能侵略台湾 但台湾民众的自我防卫意志显著增强 百分之六十七点八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对于台湾军队的防卫能力 受访者的信心几乎持平 约一半的人表示有信心 另一半则持回忆态度 此外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台湾人相信美国会以间接方式支援台湾 尽管只有一半的人认为美国会派兵直接介入 半岛电视台报道 朝鲜宣布将彻底切断与韩国的公路和铁路连接 并在边境加强防御 此举备是为对韩国军事演习及美国战略资产频繁访问的回应 尽管两国之间的交流早已停止 这一声明标志着朝韩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朝鲜军方称此举是自卫措施旨在防止潜在冲突 与此同时朝鲜正在进行一系列武器试验 半岛局势达到多年来的最高紧张水平 朝鲜的最高人民会议即将通过宪法修正案 可能将韩国正式认定为敌国 引发对战争的担忧 星岛日报报道 欧盟与中国在电动车关税问题上的贸易争端持续升温 中国曾提议电动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人 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关税 但遭到拒绝 欧盟强调这一提议涉及汽车制造商的定价及其补贴问题 欧盟计划从10月31日起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 除非双方达成协议 中方也采取反制措施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打击欧盟一些品牌 尽管面临关税威胁 欧盟仍表示愿意与中方进行技术性谈判 以寻求解决方案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造成了重打人员伤亡 1139人遇难 约250人被绑架至加沙 以色列在随后的反击中 导致超过41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报告指出这些被绑架的以色列人中 倒含了各国公民 例如泰国 尼泊尔和菲律宾的国民 尽管一些人质已被释放 仍有一百零亿人被关押在加沙 许多家属对政府的救援措施表示不满 认为应优先解决人质问题 星岛日报提到喝茶食用糖 河南一名35岁的孕妇因贪吃 食用了五六支蟹 导致腹痛和腹瘹 最终小产切入活血作用 孕妇应当几次使用 白事件引发了对孕妇饮食安全的讨论 医生强调孕妻饮食应当注意食物的性质 以免影响胎儿健康 另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 近日召开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 旨在维护债券市场的平稳发展 双方强调 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手段 并讨论了如何在规范中促进市场流动性 会议还确定了工作组的运行机制 展望未来将继续加强政策协同 以优化债券市场的相关制度安排 新岛日报报道 近期股市场经历了剧烈的波动 上海的股神大爷爱在深秋曾预言 而股将升至14600点 吸引了众多股民的关注 然而九日当天 而股指数暴跌至3258点 股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寻找爱在深秋讨书法 而股市场经历了 情绪愤怒指责他未能兑现承诺 早前正是因为他在股市低迷时的乐观言论 才让他获得了股胜的称号 拥有36万粉丝 按照电视台报道 伊朗对以色列的潜在攻击情景 进行了详尽的规划 列出了十种可能的反应方案 如果以色列的攻击触及核设施 其后果将是全球性的 而不仅仅是地区性的 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威胁称 如果经济基础设施遭到攻击 伊朗将会反击以色列的经济和石油设施 显示出德黑兰在面对威胁时的强硬立场 在军事动态上 地区问题研究员指出 伊朗的防御能力正在不断提升 获得了俄罗斯的战斗机 并加强了导弹系统 与此同时 以色列在考虑如何回应伊朗的挑衅时 面临着复杂的局势和挑战 尤其是伊朗的导弹能力 已经超越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以色列的攻击目标 可能包括伊朗的军事基地和核设施 这些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最新袭击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超过30元受伤 西约胡伯夫指出 俄罗斯军队在距离边境约30公里的地区 投下了多枚炙讨炸弹 导致街上行走的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丧生 并有数人受伤 哈尔科夫自2022年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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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 一直是频繁遭到攻击的目标 最近的袭击更是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即将参加联合国会议之际发生 显示出战事的紧张与复杂 法国媒体报道了 俄乌战争进入第957天的关键事件 强调了战斗的激烈程度 除了哈尔科夫的袭击 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也发生了炮击 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此外乌克兰空军在夜间击落了大部分俄罗斯无人机 保障了部分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队在东部的拖列茨克地区继续推进 局势依旧不稳 各方对未来的战斗形势表示担忧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冬季可能会给乌克兰带来更大的挑战 中央社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联合工作组近期召开了首次会议 旨在提升国债买卖安排以改善市场环境丰富货币政策工具 会议上 双方官员强调了国债买卖在流动性管理中的重要性 并表示将持续提升相关制度安排 此举是为了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 反映出中国在经济政策调整中的积极态度与决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日背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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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